台灣兩個世界貧富差距 2013年最新統計結果 居然高達99倍 更棄人的事 還都是窮忙的上班族 乖乖的任命繳稅 台灣的稅分制度分得太少了 然後婦人稅真的太少 如果我都就是沒有完善的法令 那就會讓有錢人他們賺很多錢 可是卻會繳很少的稅 這一張圓秉圖清楚顯示 台灣2013年綜合所得稅 薪資所得就占了將近7成6 鼓勵所得只占了11.52% 財產交易所得更低 只有0.44% 所得分配不均 稅制更不公平 政府變成鼓勵大家股市 或者是房市的收入的時候 那誰要領固定薪資上班呢 上班族一毛錢稅都不能少繳 有錢人卻多的是管道能避稅 2013年居然有911戶 所得超過200萬 卻不用繳稅 更誇張的是 還有一戶明明賺了2000萬 就是有辦法不用貢獻國庫 不要開那麼多後門 就是說不要有那麼多避稅方案給人家用 賀亞郎結稅管道暢通 捐贈各類明目扣除額 都能輕輕鬆鬆結稅 財政官員心知肚明 台灣稅收不足 能怪誰 像美國有些州的房屋持有稅 其實課非常高 它甚至課到是台灣的 10倍到100倍之間 如果不能真的讓賺得多的人 就繳比較多的稅 就算政府有再多的房地合一 實價瞌稅 稅付重擔 恐怕都還是小老百姓在撐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